音樂 能夠穿一雙好鞋 如果說讓走路能夠舒服 我相信真的是生活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要挑選到好鞋不容易之外 鞋子壞掉了 要能夠讓它恢復原狀 真的是更不容易了 今天我們要邀請到的 可以說是這個 鞋方面的這個醫生 真的是妙手回春 我們來歡迎這個鞋醫生 歡迎032林先生 你好 歡迎我 醫生 就是大家都這樣叫你對不對 最近大家都會說 好像出現了一個鞋醫生 就是032林先生 但是其實林先生 之前並不是在修鞋對不對 一開始大概小時候的時候 就開始學智鞋這門功夫 為什麼那個時候會 因為要開始學智鞋 小時候的生活環境 大概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小時候環境不好啊 嗯 啊 國小畢業就 當學徒啦 國小畢業就當學徒 那個時候大概幾歲 國小畢業 差不多十幾歲而已對不對 對 所以就到鞋場去當鞋徒 學徒 然後學了多久 三年四個月 三年四個月 就出塞啊 就出塞啊 對 啊出塞 初塞 頭一山 鞋子是做什麼 那個好多啦 好多喔 是做哪一方面的 是那個時候台灣流行的是皮鞋嗎 皮鞋 還是運動鞋 那時候都是皮鞋 所以那個時候都是以做皮鞋為主 對 可是那個時候有沒有 因為像現在其實很多都是進口的嘛 要看到台灣自己自製的品牌不多 但是那個時候是比較多的對不對 那時候是沒有沒有品牌啦 沒有品牌 皮鞋都沒有品牌的 所以就是鞋場做好了以後 然後直接到鞋店去賣 對 啊那個時候是在哪裡 在台北嗎 對 在台北做的啊 對 做好以後就給那個店店去賣 對 但是後來好像也有自己 就是做一陣子以後 就開始改做 比較運動項目專用的鞋對不對 因為那個做皮鞋 大小月分得很清楚 那如果是過年以後 那就沒事做了 有那個大小月對不對 對 因為大家都會想說 我過年的時候要買新鞋 那可能過完年那一段 那個買新鞋的時間過去 就會冷 冷 冷掉很久對不對 對 所以在市場上面就會受那個大小月的牽制 對 那後來改做這個運動鞋 是哪一方面的這個運動鞋 剛開始是做那個 足球 喔 足球 足球跟棒球 棒球 棒球就是釘鞋那種對不對 對 還有田徑的釘鞋 所以就是做給運動員穿的囉 對 因為其實就是 像我們林先生做出來的鞋子 真的是很有名耶 因為這邊也可以看到這個照片 這個是很知名的這個運動員 然後呢他這個腳上穿的呢 就是林先生做出來的鞋對不對 而且因為這個 我們這位這個運動員呢 他是這個肢脹 對 所以他的這個 審訓連先生 他其實他的這個左腳是 有一點 他是 是有 有受過傷的關係嗎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這邊 其實左腳的這個鞋子 他左右腳穿的就不一樣對不對 對 大腳不一樣 但是像這種情形 就必須要並做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時候運動員都會去跟你 去訂這些鞋子 但是這樣子去專門做運動員這個 在做鞋子上面會不會很費工 就是譬如說你一天 可以做出來的鞋子 大概幾雙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所以也有接受訂做 然後那個時候 自己開了一個品牌 叫做統帥嘛對不對 但是那時候在經營上面 狀況如何 那時候是很辛苦 怎麼說 脂粉不夠啊 好 又很 很難做 然後就是跟運動員 那個時候可能就頂多就是跟學校 學校合作嘛對不對 或者是一些運動器才變 我 那時候我是做釘血 田徑釘血 還有標槍 對 然後後來就不好做 啊不好做怎麼辦 聽說好像 那時候覺得運氣不是很好對不對 對 然後有跟人家合資嗎那個時候 剛開始是有啦 然後後來就因為這個市場逐漸萎縮了嘛 因為運動鞋後來一些大品牌進來 比如說像國外的一些比較知名的運動品牌進來 那大家就會去買這樣子一個知名的運動鞋 那後來就是運動鞋這一塊就逐漸沒落 但是其實還是有現在還是有在做對不對 像是我手上這雙就是運動鞋的部分 這個是慢跑鞋對不對 跑馬拉松的 跑馬拉松的 而且很特別喔 就是我們的這個休閒醫生做出來的鞋 鞋帶都很鮮豔 為什麼 這是設計上面有一個什麼巧思嗎 這個喔 因為運動有的早上 有的傍晚 這樣鞋子亮麗比較安全的 喔 所以這個是為了要讓這個 譬如說你清晨起來這個早起乘跑運動訓練 或者是說你在晚上的時候去做一個訓練 在路上會比較安全一點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這個設計上面的一個巧思啊 然後另外呢像這個鞋底 這個鞋底好像也很特別對不對 這鞋底是專門設計出來什麼功用 那個指滑 指滑 抓力比較好 在跑的時候抓力比較好 所以這個有申請專利嗎 那個時候做出來的時候 那個是有 有 有申請專利嗎 有 所以你的這個運動鞋啊 這個田徑慢跑鞋做出來的最大特色就是 底部會有這個申請專利的指滑之外 然後這個表面也是很鮮豔 然後會有這個非常配色很 色彩繽紛的這個鞋帶對不對 其實就很像是這個林先生的招牌啦一樣 對然後呢另外後來就是逐漸改成修鞋對不對 因為那剛開始是那個登山的朋友啦 他說他的鞋底很滑啦 如果是穿那個雨鞋就不會滑 我就叫他說你買雨鞋來 我那個底割下來 放在你那個登山鞋鞋底 把雨鞋買一雙雨鞋來 然後把雨鞋的鞋底割下來 然後放在登山鞋的鞋底上 連在登山鞋的鞋底 這樣就有指滑的作用啦 對 所以一開始修登山鞋的時候是用這樣的方式 但是後來其實漸漸在手藝上面也成熟了 然後你也找出一套自己的這個登山鞋特別的方法 就變成說這些登山好好同好們都會自己找上門 然後希望把自己的登山鞋送到你手上跟你修這個 其實呢林先生在這個修鞋方面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呢才會有大家逐漸就說啊 最近有一個登山鞋醫生真的是可以讓他們很寶貴的鞋子 妙手回春但是到底是多麼獨特的一項技術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回來呢 再帶您來看這個登山鞋的妙手回春術